9月24日 谢霆锋现身接受媒体采访 被问到何时打算结婚一事 谢霆锋身穿白色T恤 戴着眼镜显得很斯文 他听到记者的问题似乎有些诧异 随后大方地笑着回道 不会结婚 他的态度十分大方 对待记者也很有礼貌 完全没有被冒犯隐私的不适 仿佛只是回答了一个普通问题 感觉是要与王妃 谈一辈子的恋爱 网友看了谢霆锋的采访 有人说 两个人都结过婚 也都有孩子 完全没必要再结婚了 也有网友调侃说 你以为王妃想结婚吗 从他俩复合开始就知道 不会结婚了 还有网友表示 两人也不缺钱 为啥要用婚姻捆绑自己 谢霆锋与王妃分分合合多年 两人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 他们相恋在最好的年纪 分手后 也都与其他人有过婚姻 兜兜转转还能走到一起 已经让很多人表示羡慕 如今两人的感情还是非常稳定 虽然他们很低调 不会公开秀恩爱 不过经常有网友 偶遇两人同况出游 之前港媒还爆出了 王妃生子的消息 配上了真假难分的照片 即便很多人表示不相信 也在舆论上造成了负面影响 谢霆锋强硬地委托公司处理此事 进行了公开辟谣 直言与王妃没有生育计划 还会追究相关媒体的法律责任 谢霆锋与王妃都已经人到中年 两人精力丰富 自然有着自己的生活规划 尊重他们的决定 无论结婚与否 都希望他们的爱情恩爱甜蜜 在谢霆锋之前 王妃已经有过一段著名的感情 在那段感情里 王妃的爱人名叫窦维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华语摇滚乐的领军人物 窦维的名气丝毫不亚于谢霆锋 而与王妃恋爱期间 正是窦维名气最鼎盛的时期 只是这对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和 却没有抵挡住天南地北的分居生活 最终因为感情纠葛 王妃选择和窦维离婚 此时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杜靖童 而王妃和窦维离婚时 虽然刚刚年满30岁 但是她当年已经是华语乐坛 女歌手中的顶级人物 1999年 已经在娱乐圈打拼几年的谢霆锋 终于凭借着一首 《谢谢你的爱》1999走红 由于受其父母的影响 谢霆锋一直被认为是一个 充满叛逆性格的新二代 早期媒体和谢霆锋的关系 也相处得并不融洽 其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谢霆锋从小就生活在美光灯下 她对于媒体的采访 一度表现的有些敌视 所以当遇到采访时 谢霆锋年少轻狂 总少不了有些傲慢 也因此 为谢霆锋和王妃后面的故事 打下了基础 王妃和谢霆锋的恋情 是在2000年6月份曝光的 此时距离王妃和窦维离婚 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两人恋情曝光后 马上引起了娱乐圈的轰动 要知道 当年两人均是华语娱乐圈的中两级人物 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 两人年龄相差11岁 在20年前 姐弟恋还并不被太多人接受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因为王妃来自于内地 而谢霆锋则是一代巨星谢贤的儿子 诸多的因素 从最开始便注定了 谢霆锋和王妃爱情是一场传奇 然而 两人的感情好景不长 在2002年时 由于谢霆锋遭遇顶包案而深陷灵伦 更尴尬的是 这次事件曝光了谢霆锋与张伯之乐会 由此 谢霆锋与王妃的感情降到了冰点 不过综合来看 这次事件仅仅是王妃和谢霆锋分手的导火索 而不是决定型因素 从兜兜转转十多年后 两人依然能够复合来看 说明王妃和谢霆锋 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而顶包案虽然牵出了谢霆锋和张伯之的关系 但是从娱乐圈的环境来看 这样的事情算不上十分的复杂 不过这个事情发生在王妃和谢霆锋身上 的确对王妃有很大的打击 要知道 在谢霆锋之前 王妃和窦维之所以离婚 也是因为他们的婚姻中出现了第三者 虽然关于其中的细节众说纷纭 但是王妃在感情上受到了挫折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华语乐坛的顶级歌后 王妃兼具才华和样貌 而且王妃对每一段感情都表现得奋不顾身和投入 当年爱上窦维的时候 窦维也只是一个玩摇滚的穷小子 而且在认识窦维的时候 王妃已经有了男朋友 但是和窦维坠入爱河之后 王妃表现得不管不顾 虽然当时窦维还有另一个女朋友 但是最终在王妃的强烈攻势之下 窦维还是选择了王妃 只是后来两人的故事并没有成为童话 由于两人对生活和音乐的态度截然不同 再加上聚少离多 窦维犯了大多数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王妃和窦维分手 此时王妃已经年满三十 虽然她是华语歌后 但是事业的成功抵不过感情的落寞 所以后来 王妃和谢霆锋恋爱 一度也是寻找情感上的慰藉 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最初谢霆锋博取了天后的芳心 但由于受到过感情的伤害 所以王妃难免在感情生活中变得敏感 在顶报案的相关细节爆出后 王妃对待感情生活变得心灰意冷 王妃和谢霆锋分手 并不是单纯的感情因素 其核心还在于两人完全不同的人生状态 当年谢霆锋刚刚22岁 由于顶报案遭遇了进入娱乐圈以来最大的危机 要知道当年顶报案的危害 丝毫不亚于2008年的照片事件 为此谢霆锋还曾宣布不定期的退出娱乐圈 所以在2002年之后 谢霆锋的视野进入了不稳定期 为了能够重新稳定住正走上坡路的视野 谢霆锋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事业上 所以当时谢霆锋不仅仅和王妃的感情变得不稳定 她和张伯芝的感情也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王妃呢 她在经历了多次的感情变故之后 开始对感情失去了信心 要知道这个时候王妃已经年过三十 虽然年龄上依然风华正茂 但是对待感情的心态而开始渴望稳定 所以后来王妃选择了相对更加牢靠的李亚鹏 并且生下了女儿李嫣 这些迹象都表明 王妃对于感情生活开始表现出了疲惫 谢霆锋的事业处境 王妃的感情处境 让两人很难继续这段相差11岁的姐弟恋 要知道在20年前 姐弟恋还是一个不被大部分人接受的情感形式 所以大众也很难以平和的眼光 来审视王妃和谢霆锋之间的感情生活 这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 也让谢霆锋和王妃感到困惑 这种困惑进而为两人的感情增添了不确定性 后来的几年里 王妃和李亚鹏结婚生女 谢霆锋和张伯芝结婚生子 但是由于2008年的娱乐圈风暴 让谢霆锋和张伯芝的感情增添了不确定性 后来谢霆锋和张伯芝几乎是在媒体的关注之下 被倒计时地公布了离婚的消息 而就在两人宣布离婚后不久 王妃和李亚鹏也宣布离婚 至此 王妃和谢霆锋又恢复了单身 为他们的复合奠定了基础 虽然历经20年的分分合合 虽然相差11岁的姐弟恋 但是王妃和谢霆锋始终认真地对待这份感情 他们传出的是基于感情的新闻 如今两人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他们用20年的时光 证明了彼此是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 这应该就是娱乐圈的真爱吧